正在安散訪問的廣州市天河區政府代表團 今天與烈志文山市一間顧問公司 在烈志文山市議會簽署經貿合作二項協議 加強兩市合作、拓展商貿發展 廣州市天河區商務及金融工作局局長何旭權 在簽約儀式後表示 今天簽的這份協議有助引進糧地資金與商業合作 共同開發超過10個項目 主要集中在醫療、創新及高科技領域方面 包括我們天河和當地科技創新的成果互相交流 希望帶動兩邊的一些項目及企業公司的進入合作 而有份在場見證簽約儀式的烈志文山市市長巴羅就說 今次簽署的協議是多贏局面 另外巴羅亦表示下年可能會到訪中國作進一步交流 加拿大中文電台實習記者黃真芬報道